咪咪咪 B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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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M,COO 天亮了 出來了 小朋友好聽 很棒 漂亮喔 演戲真的? 8254 公雞是 這隻 為什麼妳被選上當公雞 不知道 來 叫什麼名字 母語名字叫蘇桑 蘇 幾年級 十年級 唱歌的時候你都是第一個 我們再叫一次鼓鼓鼓好不好 來 學一下公雞叫 來 哇 這聲音真的很洪亮 身體很健康 很健壯 曬得黑黑的 加油 好 公雞齁 剛剛第一位唱歌的是哪一位 這個 你好 你好 為什麼會第一個唱 這聲音比較好聽 聲音比較好聽喔 先自我介紹一下 楊家將 然後六年級 楊家將 什麼是楊家將 褲農族的名字呢 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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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喔 你要不要輕唱一首歌 我們的聲音最好嗎 老師可以給他建議看 輕唱一小段 小妹兒要鼓掌啊 小妹兒要鼓掌啊 哈哈哈哈 這很害羞 我朋友真的唱得很棒喔 很有自信 最近是不是有要去參加比賽或表演 沒有 是比賽 加油加油 古風國小加油 好 謝謝 謝謝 那你自我介紹一下好了 我叫張喜恩 布農族的名字 今年 古馬郎 古馬郎 他住哪一個部落 輪天下部落 輪天的下部落 那你是住上部落嗎 嗯 那你們要去比賽喔 加油 一定會名列前往的 加油 謝謝 他們唱歌真的 真的是很棒 很好聽 每個小朋友一開口一唱 那個聲音 很清亮天愛之音 好 這跟老師謝謝 謝謝蜀哥 我覺得編這種族曲很棒啊 也了解整個布農族的作型 早上天亮 有公雞在叫了 中午的話是什麼 爆戰功 就是吃飯的時候 我們會有一個爆戰功 因為那時候的氣氛很熱烈 對 到晚上我就知道了 貓頭鷹 然後螢火蟲出來了 對 然後最後是睡覺 然後最後又有一個公雞叫 代表就是一天的開始 然後月亮出來 又開始 太陽又出來了 對 就是代表我們布農族 一整天的生活 再來就是小朋友去參加比賽 我們會有表演 因為我們即將 我們四月到六月是我們的設計 對 所以我們會有一個鄉內的表演 演出這樣子 那就要祝老師 還有所有的小朋友 一切順利成功 謝謝 真的要謝謝老師 歌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妙 謝謝 MASHA MASHIA MASHA MASHIA DU LA DU DU LA DU U NINA MASHA MASH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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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DU LA DU DU LA DU DU LA DU U NINA MASHA MASHIA 謝謝 來 把握 把握麥哥 快點 你說哪裡 你哪裡 太多攝影機了 太多攝影機了 一台就好了 來 一台就好了 側路的 還有側路的 側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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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 你有能過電視嗎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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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是什麼 攝影機 攝影機 然後呢 可以訪問 可以訪問 好 訪問一下 攝影機 訪問一下 攝影機 攝影機 請問 攝影機是台灣 妳們也耍帥 妳們也耍帥 問我 妳去過哪裡 有很多地方 我沒有 美國去過 我沒有 妳又去過嗎 妳跟妳走 我們去發火車 妳住哪裡 我住台北 那時候 台北的哪裡 台北的南港 英國電工 東港是哪裡來的 不是我們要嘴巴 叫東港 我叫芝麻 妳的興趣是什麼 我興趣喔 跟人家聊天 Oh my God 妳為什麼想從事這個工作 對 沒有讀書喔 沒有讀書喔 小朋友 妳那 妳有打開 因為妳說妳沒有讀書 沒有讀書 我書讀不好喔 我數學很爛 阿嶺 阿嶺從事這個工作多久了 你從事這個工作多久了 十幾年 對啊 那妳在那邊讀書讀多久 五年級啊 五年級啊 五年啊 對啊 五四年了 要什麼時候回去啊 今天會去啊 今天會去啊 這裡是 不放多小 小白飛板 這應該是小白加入團隊以來最熱鬧也最嘈雜的歡送場面 不過比起工作人員被手肘攝影機強勢壓迫 採訪到哭笑不得 不知所云 小白不但逃過這一劫 她一升空 小朋友滿場飛 工作人員總算可以鬆一口氣 後來我們才知道 古風國小小朋友人數不多 一半以上都在場上 請大半個學校之力 難怪鬧得特別歡騰 小小學校的孩子在鏡頭前完全不顯羞澀 應該是和經常登台演出有關 學校的合唱團 射箭隊經常出國遠征 見過的市面恐怕比我們還多 這樣的小學 不知道是多少都市孩子的夢想學員 來吧 螢火蟲 來吧 都市裡的孩子 我們這裡的水特別甜 空氣特別清新 來吧 離開學校 部落裡同樣充滿布農情調 真想像螢火蟲那樣 投身到這個可愛的部落 但是台北還有一群為螢火蟲打拼的人 等著我們回去拍攝 這裡是台北市老字號的歐式花園 早年這一帶不是市中心區 但花園景致優美 空間寬敞 很多懂得生活的市民 會帶著家人買票入場 在花園裡野餐散步 玩玩遊樂設施 然後遠眺原山飯店 看看嵩山機場飛機起降 對那些遙不可及的事物憧憬一番 我們從花蓮北返 榮興公園裡杜鵌幾隻春帶雨 和花蓮的朗朗晴空氣氛大不相同 不過下雨並不影響公園裡 人們活動的興致 麥哥一副護吼狼的裝束 好像也做好萬全準備 台北的雨天機率高 台北人早已習慣打著傘照常過日子 公園裡的一項工作也沒有音語順言 吸氣 吐氣 轉身 拉筋 每天持續來運動練氣功 對身體一定有幫助 大家早安 這裡是位於台北市中山區的榮興公園 今天天氣不好下著雨 可是看這些大哥大姐們 還是非常的有毅力 每天早上就來榮興公園 練功運動對身體非常的好 今天算是天氣不好 可是榮興公園它很貼心 有一些遮雨的設施 有一些遮雨棚 所以雖然是下著雨 很多人還可以在這邊運動健身 那我們可以看到周遭高樓大廈林立 車水馬龍 可是就在都市的中間有一個公園 對附近的居民是非常的好 榮興公園也是這一次 營火蟲富裕三個公園其中之一 比較南部的是木柵公園 再來是大安森林公園 再來就是榮興公園 所以這邊也是營火蟲富裕的重要棲地 從之前開始整地營造營火蟲的生育地 然後種植水生植物很多的工作 那就是要感謝一群志工 非常的熱心 長年來在榮興公園這邊 負責整個營火蟲水生池的富裕營造 那今天雖然天氣不好 這樣的工作是不停歇的 因為二年一七 營火蟲世界聯會即將展開 緊鑼密鼓 這些工作是一直持續地在做 所以雖然下著雨 待會兒志工又要下水去工作了 太平盛了 明年來沒有營火蟲 但是有人自然來自然 發生任何生育地 要見到新生育地